大家好,今次我最難分享的是清湯牛腩 我很喜歡吃牛腩,除了柱侯燜辣咖喱牛腩,其實清湯腩我都很喜歡 清湯腩有很多版本,我煮這個湯底除了有牛的香味,還有甘甘甜甜的味道 配上衣麵食真的一流 我是有少少偷了步,想知道在家怎樣快脆弄到就要看片 看片之前想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看完影片是喜歡的 請到我頻道頁面先按訂閱,是免費的 然後再按這個鈴鐺,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上載新片的通知 做清湯牛腩的湯底有很多人都有不同自己的秘方 我會先浸一塊陳皮,一角就夠了 接著就有一塊月桂葉 一塊金草,我很喜歡金草配上清湯牛腩的味道 接著一茶匙黑胡椒,一茶匙紅花椒和一隻八角 就將它們全部放入茶包裏,做成一個香料包 你不喜歡香料,不放這個包也可以 這些東西就識除尊便,大家各有各煮 就好像一隻蟹一樣,清蒸和薑蔥炒各有各好味 跟自己口味就可以了,不要逼別人 接著我就在街市牛肉檔買了兩件牛腔腩回來 大約一斤五兩左右,如果你喜歡一些特別的位置 例如斌沙腩、爽腩都好吃 但那些你可能要早一日跟肉檔去訂 就叫它留給你穩陣一點,因為那些不是經常有的 這兩件牛腔腩加起來做到大約三至四碗的清湯腩麵 現在預備盆冷水,放些薑倒些酒 準備將牛腩出水,因為整清湯腩的湯就不可以很足 出水怎樣可以令肉出得更加徹底呢 就是凍水放些肉下去出水 凍水放了兩件牛腩下去之後,現在就可以開個中大火 然後就等它滾起 你會見到它越來越多浮沫走出來 然後水滾之後就轉回中火 然後等牛腩在水裡滾它們兩三分鐘 等它們的血水和髒東西都出來 等下煮的清湯腩,湯就不會有浮沫在面 那些牛腩出水就洗乾淨它們 如果有些浮沫和髒東西黏在面 就搓一搓它們,總之就洗乾淨了 然後把白蘿蔔和紅蘿蔔去皮然後洗乾淨 紅蘿蔔我喜歡選擇有泥的 因為我主要不是吃它,我是要拿紅蘿蔔那股香甜的味道 有泥的紅蘿蔔煲出來的湯更加香甜 然後把白蘿蔔和紅蘿蔔都可以,去頭去尾不要 然後將它們切件 我見到它們這麼大條,通常我都會將它們一開二先 然後再切件 說明清湯腩,湯底就很重要 你絕對可以用大量的牛熬牛肉湯出來 夠牛就一定好喝,但我在家裡不想用那麼多牛 想要快一點,那就要偷步加一些現成的上湯 如果你不夠多牛,又不肯用上湯 那你煮出來的味道就會差點淡一點 這些是一定的事實來的 找湯去燜一樣東西,和你找水去燜一樣東西 你猜到一定是湯那個就夠味一點 你不一定要用這個牌子,總之你用清的湯加下去 我是非常著重煮出來的味道 所以我是會水加上湯 水是1200ml,大約是4-5個飯碗 然後加一盒的雞湯 比例大約是1比1,水是多一點的 然後開個大火煮滾 等水滾之際,現在就檢視多一次 究竟是否預備齊了的料 有蘿蔔,出了水的牛腩 出完水看看多乾淨 然後有一個浸了的陳皮 最後有冰糖和香料包 冰糖一塊大的搭一塊小 大約50g 煮滾水了 現在就可以放一些材料 白蘿蔔就不要放 其他的就可以放進去 因為白蘿蔔這麼快加下去 它就會爛的 白蘿蔔很快軟的 紅蘿蔔就一開始加進去 第一它沒那麼快爛 第二,我要湯底有香甜的蘿蔔味 所以就要早點加個紅蘿蔔下去 現在也不用加鹽去調味 我們後期才加些鹹味下去 我會用一個比較甜的湯底 去燜了牛腩出來 鹹味後來才加進去 而且我這個做法 甜味會比較重 如果大家不喜歡 可以減一下冰糖的份量 然後就蓋住它們 然後開個中大火等它滾起 那你就不要走開 因為它都很快滾起 因為不可以滾那麼久 你看到水滾 現在轉個中火 先煮它五分鐘 記住用中火煮五分鐘 如果你煮它太久 湯會變得很深色 中火煮完五分鐘 就轉個小火煮三十分鐘 有人說過 你不可以滾的 但我滾完又沒事 待會我給大家看 湯的顏色對比 大家就知道 它都沒有怎樣煮過 用小火煮了三十分鐘 之後 現在就可以加上白蘿蔔 加上白蘿蔔 加上白蘿蔔之後 它的水會脫掉 開中大火等水滾起 不要走開 因為它很快就滾起 你發現水滾起之後 就馬上轉小火 煮它們三十分鐘 整個過程都是用小火為主 你出來的湯就不會太足 現在就差不多炆好了 其實現場開蓋真的很香噴噴 有牛香味 有蘿蔔的香味 跟著有帶一點香料味 有些甘草的香味 那些蝦你就可以加點鹽去調味 可以給一個鹹味的清湯腩 加多少呢 色除專便 你自己可以試味 我呢 就加了半匙的鹽下去就夠了 今次我想它 那個鹹味呢 就不要那麼重 我喜歡吃到這個湯底 有少少清甜味的清湯腩 所以我就沒有加很重的鹽下去了 但是這些味道的東西很過人的 那你就加完鹽之後 你就自己試 試到適合自己的口味為止 我就覺得這個味道適合我 所以我就蓋上蓋 用個小火繼續煮多它10分鐘 然後就關火千萬不要開蓋 不要攪它 那就有它們在那裡煮30分鐘 那就完成了八成的了 煮的清湯腩之際 現在就可以設定糖芹和蔥粒 最後灑面用 它會令到你的清湯腩更加香更加好吃 現在回到牛腩中 就煮了它們半個小時 現在就打開蓋 給大家看一下 湯由煮之前和煮之後 都沒有變得很熟 而且拔好之後 表面還有一層天然金黃色的牛脂肪 真是天然的牛油 如果你怕你就撕走它 但是我就覺得很香 我就會選擇保留 因為我覺得它的油不算很嚴重 而且這樣吃下去是更加香的 但是你怕的你就弄走點油 現在可以把兩件牛腩拿上來 時間炆多久給大家參考 火力、鍋、用具大家都不同 我用這些鑄鐵鍋就比較快 而且最重要是你想吃到什麼質地的清湯腩 我就不喜歡太軟 硬的當然不行 但我也不喜歡太軟 香料包現在都不要了 拿出來扔走它 如果你想吃再軟一點 或者你覺得真的不夠軟 你就可以重複這個 用小火再煮它 再熄火焗它 這個步驟 大家可以看看這兩件炆好的清湯腩 樣子都挺漂亮 但是還沒完 如果你想見清湯腩更加好吃 就可以做多一步 就是在清湯腩的面上滷一點鹹味 我就會選擇加大約一湯匙的魚露 塗勻這兩件牛腩 如果你不喜歡 不做這部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做了這部 整件事就會更加好吃 塗勻魚露之後 就用保鮮紙封住它們 就放它們30分鐘 等它們吸一吸味 30分鐘之後 現在就可以準備把清湯腩切件 切好的清湯腩就盡快吃了 要不然它會乾 如果你還沒吃就不要切 總之你吃之前才切 切多大件多小件 除你自己喜愛 但也不要切得太薄 但也不要太大件太厚 剛剛切的樣子很漂亮 盡快吃 要不然就乾 拿多一件給大家看 感受到質地 淋得來就帶點咬口 我喜歡的清湯腩就是這樣 最後煮滾的湯和蘿蔔 然後找個碗 要有些深度 因為會放湯 或者你另外再用一個小鍋 先把蘿蔔放底 其實紅蘿蔔就不一定要吃 我是拿它就沒有在湯底 但我不浪費 所以會吃完 但基本上其實最好吃 就是白蘿蔔和牛腩 放了蘿蔔在底 後面就放了牛腩 我喜歡把它們排整齊在面上 最後再加點滾湯 整個菜就完成了 最後加點蔥和糖芹在面上 就會令到菜更加香 和網絡更加美 湯底除了有牛肉的香味 還有一些甘甜味 甘甜味就是中和牛腩的肥膩 和牛肉很配合 看完如果喜歡這個清湯腩 就請贊好分享 或者留言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鈴鐺 就會收到我每個星期上載新片的通知 清湯腩除了可以是一個菜 其實我最喜歡就是把它造成 清湯牛腩衣麵 除了牛腩好味 這些白蘿蔔都是吸收精華 在家製作這麼棒的清湯腩衣麵 和家人或朋友分享 是很開心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